文丁春秋韩国人气歌手国际单位李志恩,此回归以来活动频繁,近日推理转机登上节目认识的哥哥,穿着学生装带国际单位,真的好嫩好可爱,明明已经25岁了,却俨然一个初中生模样,看到如此装扮的国际单位,网友们都惊叹国际单位, 去引小学生都没问题,一同前来的李准基也一如既往的美貌帅气,老师说李准基是不是只有17岁,已经36岁的李准基,一点都没有大叔李九米,反而是有一股少年气息,两位都让人羡慕不已啊,国际单位曾与李准基在韩国班拍半部不经细力中担任了女主角,被观众亲切的称为四数夫妇, 这次上节目李准基还心机,的用了步步惊喜历历的经典桥段来做开场介绍,自属夫妇的再和体,勾起了观众的无限回忆,带着宣传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目的而来, 当然少不了妖妖几桥,因几位前辈的要求在节目上直接清唱,随便换歌国际单位都能信手担来,先后演唱的你的意义,你和我夜戏等歌曲,新歌BBIBBI当然也没放过,虽然是清唱,但同样发出了如CD般的完美声音,不愧是人体电唱机, 节目演员成了个人小型演唱会,令观众大饱耳福,除了回忆到步步惊喜历和清唱之外, 国际单位也弹起了早前曾到李孝丽的民宿去当打工赛体验了作为平凡工作人员的日常, 展现了舞台上观众看不到的本真国际单位,除了做饭,打扫卫生之外, 好学的国际单位,还跟着笑丽姐一起做瑜伽,那时候有一个小遗憾,就是没有学会道理, 而这次国际单位在节目上就自豪,都说自己已经练成了,看来国际单位真是一个不服输的主啊, 而听到这里的金心车突然狡猾,启哄大家将国际单位道理清唱业性, 大家都知道道理的时候连说话都很困难,更别说唱歌了, 要是唱的不好可能随时会被媒体用来大作文章,但没想到国际单位随机应允了, 虽然只有短短一句,但印色依然美丽,而且没有走音,获得全场掌声, 让人惊叹,人类已经阻止不了国际单位了,趁着国际单位展现特技的时候, 在一旁笑得很开心的李准基,也难逃黑手被拉下水,被哥哥们要求露一手, 而李准基似乎争重下怀,坏笑着走上前去,开场就直接来个360度劈腿, 就在众人惊叹那时候又来了个桌上一字马, 看得众人惊娇脸脸,国际单位更是目瞪口呆, 看得众人被自己的特技惊艳道, 李准基似乎达到了目的,笑着解释道,各位,我的职业是演员, 一向一美冒著称恨李准基,其实是电影戏陛屑, 早在客棠山就已经接触到作为演员的基本功,功力自然不差, 在成名作王的男人中也学习,到了各种杂耍的动作, 而且李准基还是已经复过编译的人了, 对于暴力,皮肠这种小儿科的动作当然是手盗起来了, 这次国际单位和李准基展示了出版以来几乎从未在公众面前展示过的隐藏技特技, 你还知道它们有什么隐藏特技吗?